在福建厦门 有数十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 从2019年9月开始至今 一直留在华侨大学学习中文 期间他们还携手中国人 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当前中国逐步走出疫情阴霾 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这些留学生感同身受 对于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 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这场两会我才明白中国的发展 的现方的方向和道路 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两会 今年全国两会已经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影响 通过这场会议 我才知道中国是怎么发展的 并且进去怎么样 这次疫情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大家都在面对这个困难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种植成长 共同谈议 全世界都对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的行为有目共睹 除了卓有成效的防疫政策措施 这些留学生还关注疫情下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 尤其是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学生 他们期待毕业后 能成为自己的祖国 和中国沟通的桥梁 我看两会的时候 我提到一带一路的发展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好处 不是只有中国有好处 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也有巨大的好处 中国两会对留学生 是一个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所以我们可以寻找 将来中国和英尼 可以怎么合作 有发展的方向 有什么机会 从一窍不通 到相对顺畅的书写交流 近八个月来 这些留学生每天花费十几个小时 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潜心学习中文 他们关心时政 收看新闻资讯 聚焦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农村贫固人口 减少了一千一百零九万人 这证明了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国家在各地方 也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现在越来越开放 这样我认为 未来 Ecuador和中国 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 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在厦门学习中文的留学生 希望通过这个窗口 深入解读中国发展 带来的新机遇 把握时代脉搏 携手共同进步